哈喽大家好我是Miko 欢迎收看每周360特别版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一聊 2024年大马财政预算案后 结合目前全球大环境之下 2024年大马的汽车价格话题 如果最近想要买车的朋友 不要错过哦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 首先2024年预算案中 政府把部分物品和服务的SST税率 从6%提高到8% 汽车零件 汽车的运输服务费 都会因为SST的调高关系而上涨 不过有关详情要等待进一步的公布 第二点 国际运输成本上涨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零件和原料 都是从国外入口的 所以这些零件和原料的价格 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上涨哦 第三点 在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取消柴油津贴 只有部分的领域会有补贴哦 对于工厂的营运 例如说内部的运输设备 运作成本都会有所提高 因为工厂内部的机器和运输器材 不在补贴的范围内 第四点 马币汇率会一直创新低 对于采购零件和原料会有大影响 因为马币越低采购的零件 成本就会更高哦 第五点 欧乌战争和E8冲突 导致国际原料价格上涨 加上之前的零件和晶片短缺 还有制造成本的上涨 导致了国际车价越来越贵 目前在欧洲 美国 还有日本的新车价格普遍上涨 相信这一点也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哦 第六点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可能会在11月调高利率 如果马来西亚跟进的话 银行贷款利息又要上涨了 第七点 根据年初MAA的消息 预计会在2024年调整国内税 Assise Duty CKD汽车价格将会提高这一点 有待有关当局进一步的公布 第八点 2024财政预算案政府专注于电动车发展 软油车型要被打入冷宫了 想要买车的朋友 今年就好快点去买咯 以上八个重点都指出 2024年车价会有大幅度的上涨 如果各位朋友打算买车的话 应该就要在最近准备准备咯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每周360特别版内容 记得关注我们 订阅还有按赞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拜拜 拜拜